好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來開箱 評測一個一體式的鏡頭貼 那這個鏡頭貼呢 叫做這個RINKY 這個是韓國的品牌 那我說我個人 如果比較喜歡的外型 我喜歡這樣一體式的 然後這一個呢 它是好像兩片式的 它有兩塊 所以如果這樣價格 490兩片 一片兩百多 我是覺得蠻便宜的 好 那我們就來貼看看 好 我們把它拆開 好 那倒出來 倒出來裡面有它的工具組 所以它是有兩塊的 那我覺得很不錯啦 因為以往這種價格 大概只能買一塊 那它有兩塊 那我就拿一塊出來就好了 然後它這邊呢 也是有兩個清潔片 那我們拿一個就好了 我們就把另外一個都先放進去 這邊呢 應該是一個說明書 但是我們這說明書可以不用看了 這我大概知道啦 不過就是要跟各位講說 它這種 其實會比較一個困擾的地方 你一定要確保你這個上面 不會有任何灰塵的時候再貼 不然它基座下面會沾灰塵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打開 那我也會去就這個拍照或什麼 我再去跟各位去講說 它的閃光燈啦 等一下我們再測啦 所以大概就這樣 我喜歡這樣啦 這貼下去很漂亮喔 而且它是一塊這樣玻璃 厚厚的 那第一個就是要把它擦乾淨 所以我們把這個擦拭布呢 把它打開擦乾淨 記得喔就是說這個困擾的地方 就是這個鏡頭的部分 因為它這邊有很多的縫隙 所以你一定要清潔乾淨喔 不能有任何的灰塵 不然你貼下去以後 它這個底部會不服貼 不服貼還會卡那個小棉絮 另外呢我下一集再來拍它的這個相容性好了 然後你也要確保說鏡頭上面沒有灰塵 所以它會比一般鏡頭貼更麻煩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要確認兩個部位 我現在這樣看大概差不多了 你也可以拿一個小刷子 因為我發現它那個越插越髒喔 拿一個刷子刷一刷 好不管啦我們貼啦 然後這個撕起來一壓下去就可以了 看應該大概差不多了 失敗之後再說了啦 這個一撕起來 那我們快速的就是把它 貼上去就可以了 壓下去 壓下去就可以了 非常漂亮 然後再把它的底面的膠 再把它推一推 它底面是有一些膠跟氣泡把它推開 那貼下去是蠻不錯的喔 那整體 因為它的這個黑圈啊 我覺得又更漂亮了 它把原來那個銀框弄掉 所以你這個眼睛看起來更大 然後這個視覺 我覺得這個厚厚的很漂亮 那貼這樣子就完成了 拿開給各位看 整體這個 我喜歡這樣子啦 因為如果這樣子在撞的話 我整片的這個受力比較大 那如果一般之後要清潔 我就這樣子快速的插就可以了 在上方插就可以了 好 那我稍微測一下這個拍照的這個閃光燈 我們把這個閃光燈把它打開 開啟 那我這個電燈關起來 我閃光燈來拍好了 好 閃光燈這樣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如果看閃光燈有沒有問題 就是說它的邊可能會有白邊 喔 不過可能還是有一點點喔 你看它這個邊還是有一點點白白的 但是已經算比較輕微了 這是超廣角的 那比較爛的的話就會很明顯 我再拍一個 它在一倍兩倍呢 跟比較放大的倍數就是比較沒有任何問題 就是沒有問題 可能是在超廣角喔 即使這個散掉就是在超廣角啦 不過我是覺得它超廣角這樣子已經算是 比較少了 如果有很嚴重的話 它這個邊擺會很明顯 所以我覺得是還可以啦 但是這個是只是來測試用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個拍照就是 可能多少會影響 但是如果你說這一種鏡頭貼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 那我實際呢 我還會再去測試 所以今天這一集只是跟各位講說這個 如果要貼這種鏡頭貼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造型的很漂亮 那我下一集呢 我會再拍說這個的相容性 我會去裝保護殼 今天這一集就是開箱給各位看說 如何安裝跟我喜歡怎麼樣的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囉 好 好 好 decide alties 貼上